杨委员仁虎 杨委员仁虎 不在场 请图文行则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员图行则简照动 李金利河荣中 月宜金丘元等二十人临时提案 由这里人口为国家 基本要事之一 关系着国家的发展跟社会的福祉 我国妇女总生意力 自1950年以后 呈现一路下滑的气势 1986到1997年间 总生意力平均维持在1.75人左右 但自从1998年起 总生意力明显下降 2009年更下跌到1.03的新低点 为全球生意力最低的国家 未来人口的快速老化 会造成劳动力缺乏 老人抚养安养照顾等问题的浮现 与冲击 目前内进步 尚未对不应证 治疗实质补助 反观 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未提高生意力 对人工生主最有所补助 因此韩国从2005年 亚洲最低的生意力 1.08 两年内提升到1.26 鉴请内政部局卫生室对人工生主应该比照日韩做法 亦以补助 以有效改善生意力 事由有当请公解